明年春节假期长达10天 又遇上国门解封 民众迫不及待出国度假 平保协会公布 一到三月的团费参考费率 其中国人最爱去的日本 相较疫情前涨幅最高40% 过年期间北海道团费最贵 竟然逼近19万 那由于航班跟航点的短少 所以会造成高票价 团费会比疫情前同时期高 涨大约30% 另外过年期间 日本东京参考团费为 37,800元到158,800元 其余时段最便宜只要19,800元 若是过年到大阪旅游 团费区间在37,800元到69,800元 但是避开过年时段 也是不用2万元 另外南韩首尔过年期间 团费最便宜26,900元 但是其余时段21,000元有找 至于欧洲的团费则是 比疫情前调账约两到三成 法国最低57,900元 德国最低65,000元有找 英国则是有63,900元 大概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 大概七到八成 我相信在春节之后 这个市场一定会到爆发的 民众把握春节假期出国 不过专家分析 选择在1月17号出国 最能减到便宜 以华航为例飞到日本东京 1月17号只要17,205元 但是22号飞一口气涨了1万元 另外南韩首尔两天的价格 也差距了6,000元 通常会选择可能是除夕过二的 初一初二或是初三才会出发 而选择在春节的前几天出发 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档架 根据旅行社业者统计 热销前五名东京和大阪包办一二名 可见日本还是台湾人出国旅游的首选 不过平保协会提醒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行程务必还是要注意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样续续温家喻台北创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